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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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Sofuri 大家經常吃新年中菜 可能很悶 不如試用西餐的方法 做一些中式的賀年菜式給大家試 第一個我會煮一個蒜蓉炒老虎蝦 但裡面的材料 有些都會在農曆生年期間見到的材料 這個叫多仔菜 通常都在過年的時候才會見到 其實它是一些芥菜的嬰兒來的 我們首先會把芥菜的芥皮披去 然後我們用水煮去 我們會把底部切去 然後我們可以把這些皮披去 因為這些皮的位置比較硬 上面的菜葉如果是不漂亮的 或者是不黃的 我們可以切去 這樣就可以了 你看到刺激之後 它是一棵很漂亮的菜 好 倒些水下去 還有一個小貼士 因為這個芥菜 它有些苦味 我怕有些人會接受不到 我會提議 在水裡面我們加些糖 一起煮它 可以中和苦劍味 好 水筋我們可以加些菜 大約我估計煮三四分鐘就可以了 那怎樣可以 煮到差不多的時候 我們插刀在中間裡 試一試 如果可以放進去 那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會處理的 是番茄 我們切的有個技巧 首先我們用番茄切 切尾 其實番茄中間有個狼 我們只不過第一次把這把刀 插進狼裡 一邊切一邊轉 我們可以把所有的狼 拿出來 然後我們把它切 我們這次選一些獨子蒜 然後我們切些 點狼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有些蔥 我們要切些蔥花 去做裝飾 很隨意就可以了 然後我教大家處理的蝦 今天我選了一些老虎蝦 很多人會剪一些酥 但我願意大家不要 為什麼呢 因為我煮完自己的酥 會撐得很漂亮 但是維龍市場 那個刀的位置 你會撕掉它 因為會怕會刺傷 我們會保持著頭 保持著尾 只要中間的鴨 看得到 放開它 你會看到有蝦腸的東西 你會放進去 把手指夾住 好 現在我開始煮蝦給大家看 燒熱鑊 一會兒 然後我們就放些油 好 油夠熱之後 我們可以放些蝦 好不好的習慣 就是每次煎餐的時候 不停搖著鑊 其實我們想煎餐 我們想食物在鑊裡 接觸到油分和熱 令它有彩色和有趣味 所以我們不要動它 盡量縮小一點 怎樣可以翻得到呢 其實蝦有蝦殼素 它一熟它會變紅色 你會看到蝦的頭的味道 開始變紅色的時候 你就可以攪拌它 極其量 你先搓一搓 讓它不太黏 其間盡量保持著火大 當你聞到很香的香味之後 你就可以翻多一次 你會發現蝦充滿了一些顏色 金黃色和脆皮了 好 這個時候我們再加少許油 將蒜片放炒 好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動它 因為用來炒它 這個時候你可以把火灑小一點 因為蒜頭是比較容易焦的東西 所以大家加了之後 把火灑好 可以避免它會焦的 好 接著我們加入蕃茄 因為蕃茄粒有水分 被燒水分蒸白下去 這樣蝦熟出來就不會很乾 看到蝦熟 除了紅色之外 它的尾巴會弄得很厲害 如果你還有油 就加少許油 熄了火 保持餘溫 來調味 我們這裡有些混合了的雜味 我們慢慢放一些味道 我們滾人就可以了 今天因為我看到大家都是 足夠年 大家都是圍牌一起吃飯 如果我像平時西餐做一碟 給你們看 可能大家吃得不方便 我用一些泡菲形式 放在大魚骨 把蝦兩邊放上去 中間我們放一些九馬菜 讓它站得穩固 鑊裡面剩下的番茄 我們可以放在旁邊 很隨意地放在旁邊 然後再把剛才的多仔菜 插在旁邊 很隨意地放在旁邊 很隨意地放在旁邊 還有一些豬的青瓜 還有一些溫室青瓜 我切了一片 插上去 過年 我有一些炸脆耳 因為這些脆的東西 捏碎都脆耳 放在旁邊 加一些蔥 放在旁邊 最後我放了一種醬汁 這隻是濃縮的黑槽 我們少這樣 放在上面 放在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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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香蒜番茄大蝦 就完成了 希望讓大家有些失意 不用經常吃乾淺烤 因為媽媽的主題 都是中式的蝦 我試一下這個西式的方法 讓大家可以試一下 希望大家開心一點 過年 為甚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